舔女士 今天跟文當要和我家人去吃飯 我們現在和我媽媽一起坐自転車 哈囉 大家好 媽媽 這次文當第一次和這麼多家人去吃飯 之前只有跟媽媽和妹妹吃過 現在哪裡在台灣? 有什麼東西嗎? 我吃了很多東西 昨天晚上也在Uber 吃了很多東西 我們兩個昨天還有點Uber 也點超多東西來吃 那今天帶文當來吃港式飲茶 文當又要吃蘿蔔糕跟蝦仁腸粉 吃雞麵 乾杯 好吃 好吃 有蘿蔔糕欸來了啦 行動 吃雞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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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 你們要準備了 好 吃一口 爸爸 媽媽 妹妹 因為在疫情中不常生活 我只好習慣 我父親的大事的娘們 離開了一個幸運的 我要哭了啦 哈哈 我最喜歡Ru-chan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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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會有些困難的事情 但我們會有些困難的事情 我們會有些困難的事情 我以後也會Ru-chan的家族 Ru-chan的事情 我會有些困難的事情 最後是中國語的 我會好好保護你的女孩 プレゼント 他要送禮物 爸爸 他竟然比文章高欸 文章說雖然不是送你吃的啊 謝謝 謝謝你 我跟文章拍了結婚照相簿 我會做一份給家人的 我們還要回家嗎 對 兄弟 我先去看看 對啊 可以看 你們大頭天應該用這個欸 一座的 大家知道很可愛啊 太大放不下 那個大頭天會很小 我們在文章在我們家 來看一下我小時候的照片 Ru-chan Ru-chan可愛耶 這是什麼年紀的呢 這是什麼年紀的呢 這是什麼年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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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chan 超級嫩的 超級嫩的 超級重的 4歲的顏色都完全不一樣 好像眉毛也沒有 真的嗎 啊 不適合眉毛也沒有 不適合 不適合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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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合眉毛也沒有 現在和一樣 不要 我從我們家找到一個東西 是我跟文章剛在一起的時候 文章來台灣 我們在西門町買的一個項鍊 那個是對鏈 然後我媽媽把我的份都收好了 哇 剛才竟然找出這個我都忘記了 我剛才從中國語尋找到 我剛剛買的東西 我買的東西 哦 那是對鏈的 那是西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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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西門 那是西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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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的名字 那是西門的 真的嗎 對 Ru-chan的也有嗎 沒有 可能我把我的零件 有 Ru-chan的名字 有 這個模樣 二個合起來 是HART 那是 那是 我和Ru-chan的零件 合起來 居然還有我八年前十年前的日記 有很多東西 那是 我寫了很多東西 有很多東西 我寫了很多東西 這個真的是我去北海道大學交換的日記 還有一些當時的體重跟吃的東西 今天授業終了 新郵道食堂でランチを食べました 前髪をピンで止めました 可愛いでしょ 但是日本語間間違和 可愛いでしよう 那是 真的可愛 為什麼 那是 你看 這樣的東西 那是 日本人很開心 對 生活 以前 我和31年次很久 那是 那是 每月最後的日 每月的日 那是 那是 31年 半額 那是 那是 2個 那是 好 而且 可愛 很可愛,顏色也描著 我真的很喜歡留學生活,日本人很喜歡 喜歡,那時的感覺很想像 有空啦,就回來了 在不時就回來了 你回來了? 好 回家 回家? 對,回家 回家 謝謝你 好 拜拜 拜拜 我們剛才回憶得太忘我 然後我爸突然走過來說 欸,文當怎麼還沒走啊 我們就說,喔,因為他飛機幾點幾點啊 然後我爸就說要不要確認一下 結果發現我搞錯一個小時 所以我跟文當就趕快衝出來 現在要趕去機場 太好了,來得及了 運動員很棒 對,司機他剛才聽到我們 就是時間好像有點趕 然後司機就幫我們開快一點 當然是在安全的狀態下開快一點 我們文當看到機場有寫個當字 要跟那個當合照 呵呵 這次本來想說可以拍他跟那個當錯的合照 可是這次也沒看到 日間 我看 哇,好可愛喔 呵呵呵呵 完璧 我們文當在買伴手禮 然後他這裡的茶葉可以試聞 果然日本人就是喜歡買茶 好香喔 好香喔 決定了嗎? 嗯 好香喔 哇,這個包裝好漂亮 好有質感 我個人的樣子也要買一塊 好香喔 台灣的烏龍茶很少 對呀,很嬌 你看看,很可愛 台灣的很可愛 對呀 這是很漂亮 對呀 今天是台灣的事 很可愛 很多東西都很開心 還有,結婚後 很多東西都沒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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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想知道,我最想要做的事,所以真的很開心 我真的想要做到什麼情節,因為因為沒問題,但是 之前是不太喝的,但我太胖壞了 但是台北回到的三回目 所以吃了很多好吃的食物 很棒 但是今天 之前沒有吃過的 但今天我腿很壞 他每到一個地方吃東西都肚子會痛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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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 那現在文當已經先回日本了 其實文當這一次最主要來的目的就是交流 所以我們其實沒有太多觀光 我自己覺得很感動的是我們大家一起來吃飯的時候 我爸爸就跟文當說 我們都是一家人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文當太感動文當還哭了 然後我看到他哭我也是跟著一起哭 覺得真的很開心 然後也覺得自己好像終於有 讓爸媽正式放心的感覺了 果然實際見到面跟視訊 那些交流都還是不一樣 我感覺我爸爸媽媽他們也很開心 這一次對我們兩個來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個旅行 雖然沒有太多觀光 可是還是覺得來了真的太好了 看到大家都很開心我們也拍了很多合照 這也是我的回憶跟照片 真的都是我的寶物 內心真的太感慨了 太多話想要說 真的真的很開心 然後也很感動的一次旅行 那希望之後有機會的話呢也可以再多回來 去跟那個地方聊更多天 就多增加一點跟家人相處的時間 因為文當他有準備一段話跟我家人說嘛 因為怕他全部講中文 我這樣我也聽不懂 所以他最主要文章的都好像講日文 然後我幫他翻譯 然後他其中有講到說 抱歉讓你們很重要的女兒要 離開你們身邊跟他在日本生活 那他會好好照顧我 我自己講完都哭耶 我在想說 其實平常在日本的時候 反而可能不會想到這些事情 實際應到自己的另外一半 對自己的爸媽這樣講的時候 就會想說 啊 我老公他其實是有自覺的 那真的就是希望以後 有機會可以多回來 然後這一次在路上有遇到很多我們的觀眾 大家都有跟我們講話跟我們拍照 就真的是被滿滿的愛包圍的一個旅行 那也謝謝大家看我這一串 這麼多廢話的影片 那我覺得我們再回台灣 我們也會跟大家說 希望到時候可以去台中台南的啦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